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文悅 以下內容取材自身唐人精英論壇節目 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文章 再有一個多月 中共二十大的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 現在中國經濟問題相當嚴峻 不僅樓價下跌 出口下降 財政收入減少 而且政府債務也面臨即將爆煲的危機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中表示 房地產是中國經濟最頭痛的地方 中共最近出了幾個所謂的房地產大招 上海馬上開始跟進 不過上海還是有些保留的 例如首期比例按照政策 最低可以降到百分之十五 上海則降到百分之二十 貸款利率說是沒有底線 但上海銀行下降的幅度相對比較少一些 外地人買樓 原本在上海交稅要滿五年 現在三年就可以了 總共大概有九個方面的調整 可以說是上海自2011年限購以來 最大的一次鬆綁政策調整了 為何上海要為自己留下一些繼續鬆綁的空間 而沒有一步到位呢 很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上海預計了房價還會繼續下跌 如果這個時候政策用完了 那之後可能就再沒有刺激的空間了 二是上海可能接受了香港的教訓 香港今年三月落重藥出了一些政策 效果也是立光見影 樓市一下子刺熱起來 但只維持了一個多月 後面就更加慘了 三是上海整體情況雖然在下跌 但比起其他的一些城市可能好一些 所以上海有些保留 李軍說 在上海新政策推出不到24小時 廣州也跟著出手了 廣州現在成為第一個實現房貸利率市場化的一線大城市 利率多少由銀行自己決定 業內人士說 廣州的政策就像殺手柬一樣的組合權 而距離廣州上次推出的系列刺激政策 大概是四個月前 到現在就完全失效了 這樣這次的殺手柬能夠維持多久呢? 看來也不是很樂觀 深圳的情況 舉個例子 5月28日 萬科發布公告表示 萬科深圳總部地皮已經出售了 賣了22億3500萬 而地皮賬面的價值是42億1600萬 萬科寧願是18億都要把它賣掉去 這就是現在深圳的行程和現狀 中國一些媒體統計表示 三四線城市近一年來 整個地產價格大概下降了20%左右 問題是絕大部分三四線城市 可能由2019年或2020年就開始下降了 更極端的是好像東北有些地方 已經跌到白菜價了 旅居美國的中國資深新聞工作者 蔡慎坤在《精英論壇》表示 房地產由幾年前開始 龍頭房企開始爆煲以來 中國政府不以為言 她總是覺得房地產還會繼續保持穩定 或者有上升的勢頭 但無論如何都沒想到 龍頭房企的爆煲 對整個房地產市場信心的打擊是巨大的 因為過去這幾年來 中國的房地產企業 特別是這些龍頭企業 她不僅是在中國國內的銀行有大量的貸款 更重要的是 她也借了很大量的外債 這些外債一旦爆煲 加上外債還不到的情況下 就會連累所有房地產企業 所有房地產企業的資產就會大幅度下降 現在外資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大幅度萎縮 追債的力度也加大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 中國政府一直到今年才充分認識到 房地產這個支柱產業如果再不夠的話 中國經濟可能就真的會去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今年五月份 國務院也好 人民銀行也好 都一系列推出很多政策 但這些政策 根本不能夠解決長久的問題 中國的房地產見底這個時間更早 並不是說今年就可以見底 以往的稅收或財政收入 基本上都是超出GDP的增長速度 今年前四個月的GDP增長 對外公開的是百分之五點多 但整體的財政收入都是向下走的 而且下降的幅度非常之大 面對這樣的一種情況 相信中央財政也好 地方財政也好 現在都是難以為計 過去土地財政還可以維持一下 但今年以來 土地基本上都賣不出去 在這種情況下 土地財政就很難再減輕 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壓力 蔡神坤說 到目前為止 無論是企業還是投資者 甚至是個人 都找不到投資的方向 現在有大把的存款存在銀行裡 只是因為沒有適合的投資項目 過去大家可以買個基金 或是貿個理財產品 或是投資到房地產項目上 因為有高息 或投到信託項目上 但近幾年 凡是投到這些上面的人 基本上連本金都拿不回來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 在《精英論壇》表示 現在擺在習近平面前的經濟問題 已經非常嚴峻了 而且這些問題 基本上是一個連環套 是解不開的 第一個連環就是房地產危機 連被號稱人民幣先生的周小川 他都認為誤判了中國房地產 也就是說 中國房地產整體價格的下滑 這個崩塌 超出了中共最高層的想像 他來得比想像的還要快 還要嚴重得多 第二個連環是地方債 地方債包括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債務 地方債現在越滾越大 已經危及到整個政府的運作 畢竟現在的做法是發債 借新債還舊債 借長債還短債 借低利息的債還高利息的債 所有人都知道 這種做法是沒辦法長期維持下去的 第三個連環是金融的大危機 大崩潰 因為債務就像一座大山一樣 找到現在根本就沒辦法解決 最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路 就是印鈔票 大規模地增加貨幣供應量 認為的造成這種惡性高通脹 政府現在是最大債務人 他借了太多太多的錢 他又是個經濟決策者 而且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採取對他自己有利的辦法 而不是利他的辦法 老百姓未來幾年就必然要面臨大規模的反頻 國軍表示 習近平的講話已經說了 任何改革都要建立在堅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堅持所謂的社會主義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基礎上面 也就是說 中共不會在政治權力上做任何讓步 中國內需不行 消費疲弱 本質上大家都知道是老百姓沒錢了 而老百姓為什麼會沒錢 就是因為經濟增長和老百姓的收益不成比例 國軍說 中國現在面臨的情況 就是社會利益分配體制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解決 無論中共採取什麼措施 中國經濟都一定是畸形的 而且這個政治體制的問題 山中全會都解決不了 也不可能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於是